你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華視整點新聞 我是林仙怡 首先要帶您來關心的是最新的現場了 今年第二度來臺的前美國國務卿龐培歐 在今天上午結束了訪台行程 搭乘了華航CI220班機飛往日本 而目前的最新狀況如何呢 連線給記者陳穎珍來告訴我們 好 觀眾一起來帶您關心 前美國國務卿龐培歐 龐培歐今天上午是結束了為期四天的訪台行程 而他在燒走的時候 也已經抵達了台北的松山機場 在九點鐘的時候 將會搭乘中華航空CI220號的班機 離開台灣 不過特別的是 龐培歐離開台灣之後 並不是直接的回到美國 而是會前往下一站日本東京 而龐培歐這次的訪台行程 是他今年度 也是半年內的第二次訪台 可以看見他對台灣的重視以及友好 而且原本預計 在昨天晚間就應該要搭機離台的龐培歐 也是臨時的更改了行程 他是改成到了今天多在台灣待了一天的時間 那麼也一起帶您回顧龐培歐這幾天在台灣的相關行程 龐培歐9月26號深夜抵台之後 是直接搭乘了高鐵 前往高雄入住萬豪酒店 而隔天9月27號 除了參加全球台商經貿論壇的演說 也參訪了高雄博爾特區等殖民景點 並在晚節的時候參加世界台商歡迎晚會 期間會見了副總統賴清德 高雄市長陳其邁等政要人物 而到了昨天也就是9月28號 龐培歐先是出席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開幕式 接著再到台南參加午宴 不但再次見到總統蔡英文 龐培歐也再次重申挺台的立場 強調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過龐培歐這次訪台 加上種種有台抗中的言論 已經引來中國國台辦不滿 後續將牽動怎麼樣的美中台三方關係 華視新聞將持續帶您掌握最新消息 以上是您掌握到最新資訊 主播 哈囉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